传承公益行善团再一次带着一百份的爱心物资 到仁爱乡万丰村关怀弱势家庭 受到全村民众的一致肯定 乡民代表高俊明表示 希望透过他们的抛砖引玉 各界都能够共同来关怀弱势 让万丰乡民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传承公益行善团 今年4月份就曾来到仁爱乡清爱村关怀偏乡弱势家庭 这次在乡民代表会主席的邀请之下 再次来到仁爱乡法事 乡民代表会主席高俊明表示 仁爱乡剔除偏乡 年轻人口外流等因素 在经济方面普遍较为困难 这次行善团又再次带团来关心 非常感谢他们的善行一举 真的非常感谢 有那个小室也是所谓的传承公益 这个团体来到我们部落 来发放这个物资 其实我们仁爱乡入室的 或是不是中低收入的人 还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借着这次活动 真的我代表会的立场 真的非常感谢 这些团体来发放这个物资 行善团副团长洪一廷表示 这次特别带着100份物资来到晚丰村 从柴米油眼到衣物玩具部等 都是集合众人力量 才有机会为公益尽一份心力 也非常感谢这些伙伴单位的支持 我们今天是传承公益行善团 我们今天来到万丰部落 发放100份物资 我们很感谢各单位 我们有很多单位的一些支持 然后捐赠了非常多的物资 有人捐赠了100支鸭 还有人捐赠了太阳饼 还有鸡蛋 还有很多的食品 这次感谢非常多 还有人捐赠200份的团散 我们这次真的非常感谢 各单位的用心的支持 来对我们传承公益行善团长期的支持 然后谢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大家 行善团此次的一举 受到乡民们一再的肯定 代表会主席高居民也一再感谢 公益行善团对晚丰村的关怀 他同时希望透过他们的抛砖预域 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共同关注 让村内的弱势家庭 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成一致仁爱乡